诶 张老年 你很不够意思 找我出来约会 结果摆一张臭脸 是怎样 才刚在一起就你了 不好意思 我是在想我爸下午跟我说的事 怎么了 而且我为难你了 他要把我调去越南 讲得好听 是要我过去处理扩厂的事 但谁都猜到他是要借这个名义把我们分开 其实我今天也去找过阿嬷 结果呢 不太顺利啊 看来我们可能要长期抗战了 没关系 你就去越南吧 那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啊 不然我看这样啦 我先去帮你把房子啊车子啊什么都先搞定 到时候你一卡皮箱来就好啦 而且 天高皇地远的 而且跟阿嬷想要拆散我们就难咯 那你工作怎么办 你不是说群尚找你回去吗 算了啦 我看我就跟文林一样做个专职的家庭主顾就好 那太委屈你了 怎么会委屈 你负责赚钱 我负责花钱 怎么算也是你比较吃亏 文琪 我们去公正吧 只要结了婚 一切就成定局了 到时候不管是谁再怎么样反对都没用 你觉得呢 你真的很没诚意耶 求婚仪式没有也就算了 连个戒指也没有就要我嫁给你 搞得好像我很没行情一样 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买戒指 然后去上次我们看夜景的地方 我来震慑跟你求婚 走啊 走 我跟你开玩笑的啦 但我没有在开玩笑耶 陈文琪 你愿意嫁给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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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by bwd6